昨天中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以及林常佐的罷免案 這兩個案件都是順利的落幕了 而民進黨在這兩個選舉場 都是拿下勝利的 而挺過這個罷免案的立委 林常佐他今天一早 是來到了立院上班 不過身為罷免案領先人之一的 臺北市議員鍾小平 今天也是回到萬華去卸票 不過他就大吐苦水 說這個罷免案沒有過關 都是因為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茹 公報私仇 也讓兩個人的私人恩怨是 搬上了檯面 綠營立委送上擁抱 連長佐挺郭罷免危機後 隔天一早準時立法院報到 差不多啦 就是像我昨天說的嘛 就一樣禮拜一了 那就趕快回來上班 在接著的這兩年 本來也就還是要按照計畫 那不管在這個國會裡面 或是說在地方的服務上面 我們就是要按照進度 與立法院的同事們相見歡 但下一步有沒有可能順勢 宣布加入民進黨 我們的友軍民進黨從下到上 真的是非常的團結跟幫忙 稍微讓政治也回歸一下平靜 跳上戰車回到選區中正萬華洩票 而霸場案領銜人之一的台北西元 鍾小平也是一早就在萬華洩票 但對於這回霸場案欠缺 臨眉一角鍾小平直指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就是戰犯 我忍耐到今天罷免沒過 我才把真心話 我的痛苦講出來了 朱立倫本來要來跟我合體 你知道嗎 黃呂錦茹說 如果朱跟我合體 那他就要辭掉市主委來恐嚇主席 過去的同志情誼已不復健 鍾小平前一晚才說的國民黨要團結 看來要做到有點難 華視新聞 李鴻傑 台北報導